百年时尚新 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 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 带最好的翡翠 李景宁自方陈 号广古川 是清朝末年 直立早强人 由于出生在武学世家 李景宁自幼便跟随父亲继武 1888年 三岁的他就被父亲送入了奉天的玉子军 陆军青年学校酒堂 期间被管带宋维一看中收为弟子 这个宋维一16岁拜驴山道人张也赫为师 修习武当剑法 因为是张也赫的第九个弟子 顾号非当九 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剑客 李景宁拜他为师后一直苦练武当剑法 后来剑法大成还被誓言成为剑仙 1903年 李景宁进入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 成为吴佩福孙传芳的同学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李景宁因作战勇猛被鲸廷加奖 随后李景宁加入晚戏军法 又改入宿戏 并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和中用 一直到1926年 李景宁通地下野 终于开始潜心研究发展武学 李景宁武艺高强 能几个剑步飞身跳上以六十脉速度行驶的汽车 也能在15步之内用剑杀人做到比枪还快 他为了证明中国人并非东亚病足 专门在济南城里山东古书馆 教授武当剑法 太极拳等 他对于收徒没有严格限制 只要身体素质好 品质优良的人都可以拜他为师 他仅在山东的三年多时间里就收了五百多位弟子 他认为学习武术可以强身剑体 保驾卫国 因此他又被后世尊称为邻国第一剑客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从没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纪录无人能过 什么纪录你知道吗 又被他要杀过了 将剑两遍 想注意在这里 这就是此名字 只欣 inici